厨房里、餐桌上、卧室中 您是否注意过这些熟悉的角落中已暗藏危险 开水烫伤、气到异物、喉咙卡刺 各种意外常在不经意中突然而至 急救专家做客健康之路 与您一起细数家里的危险 轻松应对家里突发的意外 敬请收看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一说到家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是舒适、放松、温馨和幸福 但是今天我们的健康课堂要告诉大家 家里也可能会发生危险 听众会说太夸张了 家里怎么会有危险出现呢 还真的别不信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将和您共同来说一说 家里如果真的遇到危险的话 我们该怎么样紧急处理 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几位健康学员 对音乐的喜爱使他走上了创作之路 他将中国民乐融入了传统的摇滚乐 他中国民族摇滚歌手 二手玫瑰乐队主唱 梁龙 海军 电视上他是美丽大方的主持人 公司里他是典雅果敢的董事长 他用事实验证了美丽与智慧可以并重 美女董事长海娟 李然 健康之路的老朋友相声演员 现任是景山文化曲衣队队长 除了说学逗唱 还对美食永远充满热情的 80后阳光大男孩李然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 我们请到的健康辅导员 就是急救培训专家 马桂林老师 掌声欢迎 马桂林 北京市红十字会 卫生救护培训中心 资深讲师 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军医系 长期从事医疗与健康宣传工作 被北京澳组委聘为 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 志愿者通用培训精品课程专家 在家里怎么可能会发生意外呢 是吧 大家都有点 不太相信这种说法 但是实际上会不会有意外出现呢 我相信小来小去的磕磕碰碰 在家里也是时不常会发生 海娟 比如说家里 家里人啊 老人孩子 有没有过遇到一些小小的 让你很头疼的事情 其实我是一个家庭医外最大的一个 怎么讲 可以说是一个受害终生的人 就是可以看到我这个脖子这个地方 就是可能近都近年会看到 就是这个爸已经跟了我很多年了 大概是在一岁的时候 就是因为小时候很小一岁就开水 那时候就开水 我爸爸提着开水 然后呢 我就去跑抱他 然后抱他的时候呢 我爸是左手去拧那个开水壶 那个大两壶 然后呢水就一整壶就从我的头上就浇下来了 然后我住了三个多月的缘 但是这个皮肤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我觉得这个海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非常的万幸 然后这个开水从头上浇下来 你脸还没什么事 没有 头皮都没有了 对对对 然后脸上幸亏因为它流下来了 你看就特别大的区别 你估计是在幸福的小蜜罐里长大的 没遇到过什么危险吧 也遇到过 那个也让开水烫过 那时候我小时候跟我姐姐都住我奶奶家 我们俩没事就玩 我那时候呢我老想演皇上 我让她演宫女儿 我说来给朕上茶 结果她端一杯开水 所有的时候就都泼我胳膊上 胳膊端前在这也留在巴了 就是衣服长看不见 你怎么老跟我像 你 不能我以后像 我罗罗罗你先说 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个调查 在家里边出现比例比较高的一些危险都有哪些 你看刚才呢 现场两位就曾经说过 小的时候都发生过烫伤 没错 排在第一位的经常会出现的 就是烫伤 刚才两位也提到自己烧套伤的情况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通过一个片段 再次的给大家提一个行 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情况 会带给我们生命怎样的危险 文论还差两个月就要五岁了 昨天文文在外婆家里玩 外婆家有一只小狗叫仔仔 是文文最好的朋友 文文在和小狗仔仔一起玩的时候 一不小心 一屁股坐到了外婆刚刚烧好的开水锅上 锅里的开水洒了出来 文文的小屁股就变成了这样 这一下文文只能趴着睡觉了 其实你看海娟小的时候 自己也有这样的亲身经历 但是如果换做现在的话 可能处理的方式有可能会不弱 对会很多了 但是我们要给大家几个备选答案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挑出你们认为正确的 如果一旦发生烫伤 怎么办 能够避免伤害严重 A是用凉水冲 B涂牙膏 3涂鸡蛋清 4是抹酱油 5摸耳朵 给出你们的答案 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看一下几位的答案 来 梁龙你的答案是 我全是民间说法 涂牙膏和抹酱油 对 理论我不知道 你试过吗 试过 试过酱油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当时就是简单的 又红又黑 手上完了之后 抹了点酱油 过多里长 还有点淡 你把当时那个情况给我描述一下 当时就是下一次就听过朋友或者老人说过 抹酱油好使 离最近就是酱油 在厨房 然后就直接把酱油过出来 但实际上我不觉得特别明显 还交着答案是 因为我后来的时候又用去打水 就是那时候还有开水房吗 在学校大院里 然后去打水 也是被烫 那个壶就烫了腿 那我们的那个 我在医学院 然后我们的一个院长就把我的 就那时候很小抱起来就带到水龙头 打开水龙头就呲 然后就一点事就没有 就用凉水冲 使劲冲 李然的答案是 我觉得这得分您大烫和小烫 对吧 还分烫哪 您比方上 这火撩着一下手指头 这您摸摸耳头就行了 因为耳朵据说是人体温度最低的一个部位 所以人都揪耳头 如果要是真是让大烫着了 比如说开水 或者火真是把自己身上 这皮都给撩掉了 这个就属于大烫 这就得赶紧 首先拿凉水冲 又学我 拿凉水冲 那没办法 您在我头了 让你接受 拿凉水冲 冲完之后可以抹牙膏 我检举李然 我刚才我向马老师和小气检举他 人家看了梁龙的词之后 他接着就写牙膏 太强了 你不是说过你小时候被烫了 那次就当皇上那回 这两个招你就管用吗 用过吗 红花油 红花油也是治烫商的 要在这两种都没有的情况下 可以抹一点牙膏 但是千万别抹成鞋油 我觉得你牙膏是今天才知道的 当皇上那会还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牙膏是不能用的 局部太热之后 把牙膏往上一呼 把那个热量就捂在里面了 另外如果起了泡之后 这个牙膏抹上去之后 很快牙膏就干了 干了以后就会把泡给撕破 这样我们的皮肤的保护就没有了 抹酱油行吗 抹酱油也不行 为什么 你已经说了 你抹了酱油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酱油和人体来说 它是高肾的 肾头压很高的 我见过一个大匠的 催泽员炸鱼 鱼飞了 先把自己给炸了 这怎么办 一看那一大匠钢 咔嚓就进去了 来的时候说 我受伤了 我一看 什么玩意儿 跟大便似的 我一门 大匠 这时候我就没敢动了 我就跟护士说 快拿生理眼水冲一下 通路一下的表皮全掉 这样把皮都给粘下去了 其实我已经起了泡 然后再去用了这个东西 那冲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梁龙千万不要用这两种方法 不要相信民间传手 在小烫摸耳朵我们做过试验 确实手放完之后一摸耳朵是好用的 就像李然说的 耳朵这个地方是没烧 对吧 烫的时候 马上到这来是不是迅速降温呢 对 有热水 但是刚才主持人说了 我们自己摸自己耳朵就有用 摸别人耳朵就不行了 我还真试过 这里头更多的是心理感受 更多的是这样 对 被烫了以后 第一件事情是局部温度太热 迅速降温 那就是凉水那儿赶快冲 你说我这儿正好有一桶冰水 赶快伸进去 十分钟之后 不疼 不起泡 OK了 没事了 没事拿出来就OK了 迅速降温 但是如果说十分钟 还在疼 还在红 还在起泡 那你就不能在里面再待着了 要不然到医院 我就不知道该跟你用烫伤膏治疗 还是冻伤膏治疗 凉水冲的最好 专家告诉我们 对付家中危险排行榜第一位的烫伤 绝招就是要在第一时间降温 可以用凉水冲十到二十分钟 在世情况 看是否需要到医院进行处理 切记不要用酱油去涂抹烫伤处 那么排在家中危险排行榜 刺激的危险是什么呢 您猜得出来吗 第二位大家意想不到的 就是小孩或者是我们成人 经常有一些东西卡在这个 食道或气道这个情况 发生食物几次 一下子气上来 那个紧急情况太危险了 尤其是小朋友 如果不相信的话 我们在这个儿童医院 也做了一个小调查 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小朋友经常会误把什么样 各种各样的东西吞进 实道理 在北京儿童医院的 耳鼻喉门诊科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标本盘 上面放置了各种小东西 从螺丝钉 笔帽 钮扣 到花生豆 果仁 甚至还有牙齿 五花八门 而这些东西 居然都是从孩子的气道中取出的 气管用 它就在气管里去 所以说呢 它就会把气道给堵死 那么它要一物小 那还有一定的缝隙 这小孩还能够呼吸 那么就说 暂时的对它生命没有威胁 那要是比较大的医物 那把这个气道完全堵死了 那它一点通缺的地方都没有了 所以呢 这种就会造成它那个生命危险 在医院的病房中 我们见到了几个 由于气道异物阻塞 而刚刚做完手术的宝宝 几乎每天都会有这样的孩子被送到医院 现在反正有那种逐年增多的趋势 因为前年是500多例 反正去年就700多例 所以呢 平均差不多一天要去两到四 就两到三个病人 据统计 婴儿意外死亡 90%的原因都是由于窒息 而导致窒息的主要原因 就是气道异物阻塞 意外一旦发生 几乎没有入院急救的机会 父母首要做的是进行应急处理 为送孩子去医院争夺时间 由此可见 孩子的照顾者 能掌握一些简单的处理方法 何其重要 下面难题就出给各位了 我们就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谁家都不希望遇到调皮的孩子 但是如果一旦小孩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卡得脸红脖子粗 这个时候作为家长该怎么办呢 这个是争奔夺秒的抢救 好像梁龙比较有经验 现在小孩快点人心了 梁龙胖爸爸了没 快了 快了 努力呢 小孩卡住了 赶紧咱次办 我现在是打到背部 你就给我们现场演示 头朝下 然后手打背部 我还推 然后孩子张开嘴 尽量张大 然后我还推 因为我有一个实践经验 我卡过 别人就这么救了我 我认为这挺有用的 什么时候卡过 几岁的时候 小学吧 当时卡住什么东西了 吃什么东西了 很大的块饼 然后感觉就是 吃极了 就跟告别了 就感觉 我还冲太阳说了句话 我说不行了 对 就是有这个经历 然后我院的孩子就照我后背 一下就出来了 一下就没有行 小朋友拍在你后背 两种办法 一个是给他塞着馒头让他咽着你 另外一个就是使劲给他拍拍 然后让他站着 别让他趴着就站立着 公演示拍的 用什么方法 哎呦孩子站好了 咳嗽咳嗽都不行 我就使劲点 就是拍他这个后面的胸背 站着拍 要站着拍 不能让他 也不肯定不能这样 也不能趴着 也不能就是要站直了 然后他咳嗽肯定往前倾 那你就在后面顺势给他拍 最没经验的就是李然 李然自己还是小朋友 那如果遇到家里有一些小亲戚 出现这种问题 你说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情况再紧急 咱们这个教育也不能坐在后头 您比方说小孩现在卡住了 你得先首先说他两句 你得先训他是吗 他这时候他最能长气一样 你这倒霉孩子 说你坐着回子这东西 你不能往嘴里喝 飞往嘴里喝 最后卡住了 看你长不下去一样 就赶紧把我们讲话 你得说这两句 你得批评他 批评他完了之后 听老门人讲过 就是光拍是不行的 如果像您看 这么大的孩子 我倒真知道一个办法 就是怎么着 他不是卡着东西了吗 您就是他腿 给倒过来 这么一拍 这东西就出来了 谁要当李然的孩子 真够倒霉了 这是真的 海然 我建议你 还是以后不要养孩子呢 你别让祖国的花朵 受到如此的 你们家孩子这样 太心疼了 看来我们家这个小宝贝 还是得交给专业的急救老师 我们看到马妈妈怎么做 我就跟你说一个 我身边的好朋友 真实的例子 他当时是为他侄女 吃果冻 那小孩是两岁半 结果他就喂完之后 眼睁睁在三分钟之内 看着他们家侄女 就在自己的怀里 一口气没倒上来过去的 你说这个果冻太危险了 他那个内心的阴影 都挥之不去 他永远是为了这个事情 走不出那个阴影 好像很多这样的暗示 但是如果我想 当时要是能够掌握一点点 这种急救常识的话 是不是这种不幸 就真的能避免 我们特别想让马老师 赶紧交给我们 所以你看像这种食品 非常危险 像花生 果冻 还有各种的葡萄 或者水果切成小片的 如果说这个东西 不再伞点了 对吧 它已经到了气管里头了 你看 我这个手是这样子 夹到哪 夹到这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样的话就打开气道了 对吧 然后接着把这孩子 放在你的腿上 头低脚高 对吧 两个胳膊在两边 两个腿在两边 我们拍它肩胛骨 尖的连线的正中间 背部 看我怎么拍 一 二 往前推 往前推 股 股 股下之后 我们马上要检查有没有 没有的话 抱在怀里 在它那个乳头这 一会儿 食指放在乳头拉过来 然后中指和无名指放上 就是食指从乳头连线拉过来 中指和无名指往这一放 把食指拿开 一二三四五 给孩子做的 胸外心大压 小孩不懂事 是很有可能吞进衣物 但是大人有的时候吃饭吃着急了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噎着 吓着 这个时候大人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来 我跟梁龙 梁龙来演示一下 梁龙到这来 马上您说梁龙个儿这么高 是不是遇到这种特不好救 你自己使劲都使不上 好救 拿下 你们不要去动着急 抓住 好 现在你们腰支腿 别着急 现在是不是跟我连在一起了 对 那我一定要拍他的后背 怎么拍 看我 哇 跳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够激动他的肺 但是就是这种手段 如果还不行的话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手段 叫哈姆尼克施法 这是美国的一个医生 他创造的 冲击腹部 然后让那隔肌上 向上猛烈一抬 你跟我们演示一下吧 马老师 都出来了 那给他做的时候该怎么做 看啊 我们应该是在他的肚脐尔上两厘米 现在很多人穿这个裤子都往下穿 他这个肚脐尔在这 两厘米的时候下手 看我 把这大拇指往这一放 变成一个平面了 然后向后向上猛烈冲击 快过去了那个时候 第一就是看好家里的小朋友 把一些东西都放置好 别让他随手乱抓 吃到肚子里去 在对于大人 咱吃饭的时候 细嚼慢咽 又避免危险 又有利于我们的身体 现在您知道了吧 如果家里的小宝宝 不小心被异物堵塞了气道的话 应该用正确的方法拍打宝宝的背部 如果成年人吃东西噎到了 帮助者可就要重拳出击了 哇 跳着 看过了前两位家中容易发生的危险 接下来还有什么危险 是您很容易遇到的呢 您往下瞧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美味的时候 我们就是大口大口的 恨不得把这美味一口塞进来 尤其是吃鱼的时候 美味进来了 随着来危险也进来了 就一旦被刺卡住了 那个滋味 是不是大家都体会过 对 体会过 那都用什么招 哪个招正确 咱们还是给大家几个备选答案 我们来选一下 你看 有用喝醋法 有吃馒头往下噎的 还有就是使劲咽唾沫 或者是大家还有别的招 都可以往上写 大家觉得哪招更有用 能够把卡在伞儿里的刺给它弄下去 因为我的技术含量就只能用馒头 醋我试过不是特别奏效 馒头怎么使 馒头就是深往下吞掉 对 因为醋我也试过 没有那么快气 你觉得这个吞馒头好用吗 真能把刺给吞下去 普通正常可以 对 不是 您那刺还分成普通严重的还是轻重的 大鱼小鱼 每次卡都很严重的只能去医院 在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良心的好办法 所以这个下回只能吃没刺的鱼 海娟的这个事 对 我基本是补充的 因为这个馒头为什么写了个大块 你要嚼碎了是没有效果的 就是整个馒头你会不能掰成三块生生的 你得注意安全 不能那个刺没取出来 馒头又卡上了 那就完蛋了 然后要大块的咽就带着那个力量就下去了 然后那个醋 我原来小时候就运动员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喝醋也是卡刺了 还急着上学 我妈说你含一口 大概含了五分钟不能说话 挺酸的也挺痛苦 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那种 就那个刺激感没有了 就含醋含了大概五分多钟 那刺下去了吗 后来反正小孩也脾势 就没什么感觉 含好酷结果给忘了 三分钟有小朋友家下楼玩 就把这事给忘了 那就是找医生了 是 通过专业的医生来取 咱们看李然的答案 我觉得这个刺也分好多种 我跟您首先说 我为什么就有点胖了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头老说得多吃点鱼 说能聪明 结果就老过做鱼吃 我人嘴又急 每回吃鱼全都卡刺 我这卡一根刺 得拿六个馒头往下噎 所以馒头吃多了 我就长得有点胖 总食没胖 数食胖 所以我也有经验了 您比如说小刺 您可以靠吃馒头 把刺就给冲下去挂下去了 要大刺可不行 拿馒头往下噎的话 它是越扎越深 那怎么办 就得按您说的喝点醋 您又跟我一样 给它泡软和的就好了 然后再拿馒头往下带它 要是做的 你们家以前那醋可能也挺废的 还不再整瓶整瓶往下喝 都是小刺 馒头咱都论半胆吃 这醋也得论一瓶喝 还有特大刺 特大刺 您喝醋也不行了 吃馒头也不管用了 这怎么办 这您就得动用捏子了 然后张开嘴拿灯 对 自己给自己捏 这还行 没说放只猫下去 让猫把那刺给刀出来 这也说好了 可以试一试 可以 我是说再往前说 顾一句也说到猫了 正好进去去 咱那边的特别有生活经验 而且有急救知识的马老师 其实刚才你们说的用馒头往下吞 这是比较危险的 怎么危险 也不可取 但是我觉得李然说的有意思 它分不同的刺 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很细小的 柔软的那种刺 有可能通过吞咽就顺下去了 对吧 但是大一点的刺的话 你就顺不下去了 你知道咱们的食道有多粗吗 这怎么粗 扁的两个米 而且它从腌到咱们胃之间 还有两个狭窄的地方 就是咱们的主动脉 还有咱们气管分叉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还不如这么粗了 如果说在嗓子里这卡的 就像你说的 拿个手电筒一罩 你夹出来 这是非常可取的 是吧 但是这也不错 但是用醋来把它给融化 这做不到 我们也做过试验 你想想 虽然你说的 那个醋可以把鸡蛋壳给弄软了 那要七天之后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就是赶快上医院 对 要专业的医生去处理 我第三个就是这样 如果要是把主动脉给它扎破了 这人当场就完了 是不是就是大刺 如果一旦扎到那个石道上了 你再吞口馒头 那劲儿更大了 那就更危险了 就一下就捅破了 那就加速 到气道里头 不仅是感染 还可能造成窒息等等 所以今天这一集当中 我们学会了 在家里 如何避免意外的发生 这要是意外发生的话 咱们尽量避免我们的不幸 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好 再次感谢三位健康学员 感谢我们的专家 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户外 大自然令人向往 踏山 野游 探险 尽向无穷乐趣 然而 雷击 迷路 摔伤 蛇咬等等意外 却搅乱了行动的步伐 和欣赏美景的心情 户外遇险 如何从容应对 危险急救 究竟从何下游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